這一次的效果是有比 先前幾次都還要好 線上線下都有持續跟我們詢問 台灣智慧農業的提升這幾年已經有倉庫的進展 未來他會有更多 但在共同推動之下 一定可以讓台灣的精緻農業智慧農業發展會更好 謝謝 這一次的效果是有比 先前幾次都還要好 不管是線上線下都有持續跟我們詢問 參展效果目前就還不錯 蠻滿意的 客人也是比較專業 是我們想要找的買家 基隆這幾年來都開始在密集發展這些海洋活動 島嶼休閒 海上觀光 還有像潛水獨木舟 甚至漁港的一些活動 藉這個漁業展跟農業周推廣給更多的朋友們 我們在國際間的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學術的表現也受到國際的重視 三位國際重量級的專家 他們都願意來這個地方共襄盛舉 所以這一塊是我們感到非常安慰的地方 智慧農業周呢 因為有舉辦了非常多的 包括線上媒合 也有現場的一些直播活動 甚至是說國際的研討會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技術在智慧農業周做一個發表 將我們的技術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展會中可以宣傳出去 這樣的一個龍特產品呢 透過疫情之後呢 本來是好像找到了一個新的出口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用冷鏈的觀點去看 如何來從生產者 然後來結合他們的產銷班 跟品牌甚至產生一個新的 融會體系的一個品牌的一個連結 我想這是這個展覽裡面呢 給我最大的一個收穫 相交研究所也導入了大統領智慧農業的系統 巡化的焦秒能夠在很適合的溫度 濕度 光照的環境下成長 切換成AI的節能控制模式之後 它的節能效果可以達到20%到30% 擴大產能之餘 也可以降低它的電力成本 我們在這個展場裡面的話 也接觸到很多的同業 我們可以做不同的分工 搭配不同的設施業者 或者是設備業者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合作 為廣大的農民去提供更完整的一個服務 智慧農業州辦得相當相當成功 17個會員口 大概有十幾個會員口 都來參加 都有興趣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回來的人就比較少 希望明年能夠辦得更強大 把台灣的經驗 把台灣的祭祀分享到全亞洲去 啊 G 感谢观看